我請教一下國民 這一次也讓這一個全世界 看到一個特殊的全方位戰爭 烏克蘭本身是重要的戰場 那除了軍事的熱戰之外 空戰 情報戰 輿論戰 通訊戰 全方位的這一個多媒體的戰爭 外交戰 那乃至於普丁把他幾個王牌 最後的王牌 一方面是能源 一方面是核武 他都壓上 你怎麼觀察這場戰爭 我們要這樣看 其實應該說感謝美國人的努力 其實他每一天都會整理相關的資訊報導 那其實各位觀眾不要小看這張組 這張組其實非常的精確 瞄準說其實這個部隊導致 這個部隊 而且還會及時更新 我們看到這張是昨天的 昨天這個時候三點的時候 那其實大概呢 他一樣分為幾個攻擊 首先第一個是羅斯托夫 然後卡拉克夫 然後白俄羅斯 還有說克里米亞 那其實克里米亞半導 其實不能說很有趣 其實在2014年 被俄羅斯強制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來講 我們看到這邊有個地方 叫所謂亞述海 亞述海這邊叫科赤半導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之前講到 馬里烏波爾 就是在那個地方 那在其實在俄羅斯 在2014年攻佔克里米亞的時候 其實馬里烏波爾 基本上來講 就是已經被廢了 那其實在這個克里米亞半導 西邊 就是我們看到卡拉松 卡拉松在過去 就是After the start 那這邊今天出現一個新聞說 這艘軍艦人居然被傳統的火箭彈擊傷 說這是蠻奇特 我們剛剛講過 明杰兄講過 就是說你為什麼這艘軍艦人會航行在海上 然後你假裝應該說要準備要進攻奧德沙 那你為什麼會開軍艦 然後讓這個傳統的多管火箭擊中 那是不是是不是有相關的第三方 提供相關導引 還是說這個多管火箭本身 他就導引的導引火箭 這個我們不管 但是你這樣一艘軍艦 赤裸裸的開軍艦 然後被這種傳統武器擊傷 然後更重要的是 你在那個影片看到中 怎麼旁邊好像還有民眾 在歡呼鼓的味道 那顯然說這艘軍艦開軍艦之前 相關的地形 第五還有周邊有沒有敵情動態 他沒有完全掌握 那其實這艘軍艦很新 就是說其實我們不要小看 就是叫二二一六零的巡邏舰 那其實排水量是一千三百到一千六百噸 那其實你會看到這艘巡邏舰 他外型相當簡潔 就相當簡潔的話 其實他可以減少他的雷達反擊 那一般來講 我們就具備部分的逆中戰艦 逆中逆中軍艦的一個構型 那這種構型 其實未來會慢慢的取代 所有的俄羅斯艦隊 當作一個主力 那這種主力戰艦怎麼會被擠上 所以蠻不得其極的 那其實這艘軍艦威力很強 那前面你看七十六功能艦 然後他還有配備 垂直發射的反艦飛彈 反攻飛彈 那說真的他的威力 就大概等同於我們的 比如說塔疆級軍艦 投疆級軍艦 那各位很難想像說 萬一啦 萬一不好 就是我們的塔疆級軍艦 投疆級軍艦 這是威力很強的軍艦 怎麼會被人家的火箭戰擊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不可以想像 那對俄羅斯來講 或說對西方媒體來講 這個是更不可想像 但是我們不要輕忽 就是說其實這代表說 第一個俄羅斯準備 可能要開始動用海軍 開始加強對奧德薩方面的進攻 那一方面 但是我們一方面反過頭來講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俄羅斯不管是陸軍空軍海軍 好像都相當輕敵 都還沒有在摸清楚敵情之前 你怎麼就把這個軍艦開軍 這是海軍的部分 那這部分是我們今天抓到的 比較奇特的新聞 那就空軍的部分 剛才我們再補充一下 為什麼有些戰機 你看像之前SU-34投彈的時候 投下來居然是傳統的 我們叫鐵殼炸彈 那鐵殼炸彈表示說 第一個他可能是俄羅斯的相關的導應武器 或精確的巡運飛彈 可能用不夠了 那第一個部分 可能是說相關的 雖然說俄羅斯他有衛星導致系統 那這些衛星導致系統 有沒有可能被第三世紀所告 這個都是我們要探討 那是空軍的部分 好我們稍後回來